近前海外交民 特別回來台灣看恐怖 他們獲得正義 現在你歡迎 日台恐怖法重新通過 日台恐怖開始以後 未來民眾還是出國超過四年比第一次 回來台灣以後 需要等六個的載檔候補 為了比面 當時如果海外交民 回國之後就可以 馬上利用恐怖看民 農毀恐怖之館 你看他拜四 心意日台恐怖 重新通過 未來今要出國四年以上民眾 國籍比度接後 回國之後 比蘇丹六個的教法道合佈 憲保局說 前前沒有設定 等待機是為了保障留學生的 就醫管理 不過為了要控制 當時如果海外面中 回國之後馬上可以合佈 就使用醫療主管 設定合佈等待機 不過有並跟團體人員 六個的合佈等待機 想當了 在理論上也好 或者在社會保險的性質上也好 等待機當然他要解決的問題 大家非常清楚 就是避免道德風險 但是因為這個健康風險 有時候無法預估 有時候回來 他可能不是預期說 他要回來就醫 但是回來以後 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對於這個社會保險精神 就有所扭曲 日日台健保拜 時也就上街關鍵的 跟國中所得保護基礎作討論 不過人家也有共識 調查在維林委員 無分公公告 拿一所得失聯無口水 不過要留在健保保護基礎 維新書長楊志良是說 維新書無法代替貸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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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 多多